贝勒虎故事 小壁虎借尾巴 一天,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 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 小壁虎一使劲, 震断了尾巴,逃走了。 没有尾巴多难看呀! 小壁虎想去借一条尾巴。 小壁虎沿着墙壁向下爬, 看到了小老鼠正摇着尾巴跑来跑去。 小壁虎说, 老鼠哥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老鼠说, 这可不行,我爬行的时候需要尾巴帮忙。 小壁虎说声再见, 继续向远方爬去。 小壁虎刚爬到小河边, 碰到了小鱼在河里摇尾巴。 小壁虎说, 小鱼姐姐,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小鱼说, 真对不起,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小壁虎一点都不灰心, 告别了小鱼姐姐继续往前爬。 他爬呀爬,爬到了草地上, 看到马儿在奔跑, 尾巴仰起来,真神气! 小壁虎说, 马大哥,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 马儿说, 不行呀, 我跑的时候要用尾巴保持平衡, 我停下来的时候要用尾巴驱赶蚊子和苍蝇。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 又累又难过, 他想回家了。 一回到家, 小壁虎就钻进妈妈怀里, 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 妈妈笑着说, 傻孩子, 你转个身子看看。 小壁虎转身一看, 高兴地大叫起来, 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 我的尾巴是最棒的! 贝勒虎 贝勒虎 优套